各位朋友,大家好。 我們上集講到屈原被人劉沛邊疆去了江南。 他的心情很悲憤,而他將他本身這份感情投注在他的文學作品上。 令到他寫了很多很重要,也很精彩,很有藝術價值的楚詞作品。 在屈原流放這段期間,楚國的國勢越來越差。 而外敵入侵的威脅越來越大。 到了公元前278年的春天,秦國派出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大將,白企。 我們可能之後也會提出這位人物。 就是攻打楚國的首都影刀。 當時京城快要陷落,一片火海。 連楚王的祖墳都被秦兵挖掘出來。 是的,那還兼且墳位了。 這群秦兵都認真殘暴。 祖墳都要叫賣。 但是為什麼他這樣做呢? 並不是說他侮辱你的楚國。 因為通常以前說一些帝王之家, 有人死了老襯, 整個墳墓。 裡面有很多珍貴的寶物去陪葬。 所以他自然一進去,看到先帝的墳墓, 立即掘掉了。 掘掉一些好東西,就今生無憂了。 發大財,好像中六合財。 而當時的楚王, 頸襄王在這種環境, 他沒有自殺、殉國。 他是選擇什麼呢? 三十六雀,走為上雀,走毀了。 他走了之後,就將首都, 即是他走去哪裡? 首都就搬去哪裡? 遷刀了陳城這個地方。 而屈原,眼見楚國快要滅亡。 而人民在戰火裡面, 流離失所。 他的心很難過。 心很痛。 那麼影都陷落, 對於處於孤直、 妻婦環境裡面的屈原, 無疑真是雪上加上。 是一次很沉重的打擊。 大家都知道屈原是非常愛國的。 那麼他就算不受重用, 他也不去到其他國家發展為他國效力。 那麼一國的首都, 其實對於一個國家很重要, 即是一個政治的核心。 連現在的首都都陷落, 即是國家的前途真是坎餘了。 所以, 對於一向愛國, 而且他是傾盡一生之力去為國效勞, 希望國家富強的屈原, 面對這樣的環境, 即是沒有一件事讓他感到難過。 或者愛痛。 那麼, 在江南, 足足的屈原被人放逐了差不多接近二十年。 那麼, 去到第十九個年頭, 屈原當時已經是一個六十二歲的老人家。 因為他始終是愛國深淺。 所以, 當時屈原隨著千都的人, 就去到新的首都陳誠一起去。 跟一些走爛的同胞一起去到新的首都那裏。 當時屈原, 內心是對分君和那群妒忌賢能, 出賣國家利益的奸臣, 內心是充滿了憤恨。 那麼, 他逛逛逛逛, 越想越傷心。 即是, 去到新都又有什麼意思呢? 那麼, 他懷著悲憤的心情, 就去到長沙東北, 有一個地方叫密羅江。 那麼, 他走到那裏, 我不知道是否當天氣或環境特別縮殺。 那麼, 他走到那裏, 就不願再走下去了。 那麼, 他心想, 這個楚國這樣長矢下去, 遲早就收工了。 那麼, 到那時, 國破家亡, 成為街下囚, 看到人民被受屠殺, 或者是被受虐待。 一些可能是皇宮的宮殿被人佔領。 甚至, 可能很多地方, 因為戰火, 都變得成為廢墟, 或者被人破壞。 加抗人亡, 生離死別, 人民顛配流離。 那麼, 他一想, 或者無家可歸, 國不成國, 屈原一想起, 悲憤交集。 最終, 他就決定, 以死殉國。 當時, 有一位, 在江邊打雨的漁夫, 看到屈原的樣子那麼慘。 嘩, 即是, 死爸媽這樣的樣子, 就問候他, 就說, 啊, 你是不是那位三女大夫屈原呢? 啊, 為何你搞到樣子那麼差? 要站在江邊, 你沒事吧? 你不是想死吧? 屈次去到問候他了。 屈原呢, 就說了一句話, 就是, 唉, 這個世界, 好多人都是很混濁, 只有得我乾淨。 對了, 世人都是, 他繼續讀清, 很多人都醉了, 只有我清醒, 眾人皆醉, 我獨醒了。 所以呢, 因為我又清醒, 又不醉, 就被人放逐了。 哈哈, 即是說, 又醉, 又醉那些人, 反而沒事了。 但是, 漁夫對他所說的話, 他就不以為言, 我不認同, 他就說, 既然別人那麼混濁, 那麼, 你便一起促咯, 隨波逐流, 揚群心理, 金大隊, 為甚麼假裝清高? 既然其他人都醉, 你便多喝兩杯, 便一起醉咯。 你為甚麼要自己獨自清醒? 沽高自傲, 遠離群眾, 假裝孤僻, 假裝有型, 有甚麼為呢? 明節保身物好咯。 是咯, 跟大隊, 如果你跟大隊, 便不用像你現在這樣, 落得這個收場咯。 屈原, 聽到, 便非常悲憤。 即是說, 為甚麼, 上面那些, 為居高位那些大臣, 皇上, 這樣的心態, 連到這些, 即是那個平民百姓, 都是是非不分, 為利是道, 純粹為自己想的, 哪裏有好處, 便促過去。 屈原, 便覺得, 聽到之後, 覺得很不舒服。 但是, 責善故執, 仗義執言, 便反對這個老人家, 便這樣說, 我聽人說過, 剛剛洗頭的人, 總是要將帽子彈一彈, 即是彈走那些髒東西。 剛剛洗頭的人, 總會喜歡彈一彈, 那件衣服上面的灰塵, 即是說, 你個人都乾淨了, 你穿那些衣服, 你見到那些衣服有點髒, 你都想令它乾淨一點, 剛剛洗頭的人, 都想找一件乾淨的衣服, 不要找一件髒的衣服, 但可能剛巧拿到那件乾淨的衣服, 有時都可能沾染了那些污漬, 可能見到那些污漬, 你都想弄走它, 即是說, 你個人結身之外, 你見到這個世界這麼多黑暗, 這麼多髒, 因為你在這個世界生存, 你不能夠獨善其身, 但你在這麼結症的時候, 你都想弄乾淨, 你可能剛剛洗完澡, 看到地上很髒, 你都想拖乾淨, 對吧? 他說, 他見到這個環境, 自己是這麼連結, 這麼清白, 這麼忠於國家, 但是見到這麼黑暗, 這麼多人出賣國家利益, 為到自己的時候, 屈原都變得心灰而冷, 他說, 我寧願跳入密羅江, 當葬身在河水裡, 被魚捆掉, 都不願意, 讓到我貞結, 純潔的品格, 為世俗所沾污, 所以, 屈原就在五月初五那天的早上, 他首先在自殺前, 心情地向著首都影刀的方向, 仍然看了很久, 然後抱著大石, 可能屈原本身游泳也不錯, 為了他真的百分之一百死, 就抱著大石, 跳入水流很急的密羅江, 那滔滔的江水, 就成為了中國最早一位偉大的詩人, 偉大的外國分子, 一個楚國的終神, 現神, 就葬身在密羅江的江水裡, 結束了自己悲劇一生, 當然, 屈原在世的生活是一個悲劇, 但基於他這個經歷, 是創造了很多不老的楚池作品, 是流傳後世, 我們去到欣賞中國文學的時候, 最早期一定會欣賞到屈原的楚池, 亦都對後世詩歌詩詞曲的發展, 都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, 所以, 有時候, 人的制遇可能某些地方不好, 就造就了他另一些成就, 有些人可能一帆風順, 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, 就無力面對, 選擇去逃避, 當然, 屈原今次的去到殉國, 都是覺得, 國家的長遠的希望, 真是越來越小, 國家陷入一個絕境, 即將會被人滅亡, 他又不想見到這個情境, 所以自我了斷, 好, 當然, 你可以說他, 我們不可以說他消極, 但他真是比較悲觀, 屈原離開了人世, 足足有二千多年, 到現在可能是二三千年的時間, 但屈原的精神和作品, 都是影響了我們現在的生活, 當然是將那種愛國的情懷, 影響後世人, 我想不同地方的人都會受到影響, 不是純粹內地, 可能對於香港,台灣, 或者其他國家, 如果翻譯了屈原的作品, 都深深感受了他那份, 對國家那份熱誠和眾貞, 而我們上次說過, 屈原的寫作風格, 是偏向浪漫主義的, 所以影響了其中後世, 其中最重要的詩人就是李白, 詩人李白, 也對屈原有很高的評價, 他有一句詩說, 屈平慈父, 圓日月, 楚皇台者, 空山幽, 即是說屈原的詞, 作品的價值, 就好像日和月那麼珍貴, 或者高度掛在天上, 水準價值, 對後世影響非常高, 而當時, 楚皇的奢華供殿, 即是說, 在世的時候當然很漂亮, 但現在已經變成空山幽, 即是已經不見了, 可能被人剷了, 掃平了, 整塌了, 即是說, 雖然屈原在世的時候很坎坷, 但他的作品反而是永垂不撓, 影響到後世, 但一些可能是物質上, 或者是暫時性, 好像人的居所, 淺, 最終你離開了世界, 或者是, 假設這樣說, 國家滅亡的時候, 這些實物的東西, 其實已經是沒有什麼意思, 這裏他說, 楚皇台姿就是, 當時, 楚皇君主都是, 任何叫昏庸, 但是, 都比較是, 水平是比較差的, 去到後期, 或者是比較貪玩, 擔於日落, 所以就花了很多錢在宮殿上, 但這些東西, 畢竟只是暫時, 並不是永恆, 亦都不會影響到後世, 或者是, 帶給後世一些, 藝術價值, 或者其他價值, 而每年, 農月, 即是五月初五, 那些人, 就是, 包總, 去到制製屈原, 因為, 當時, 楚個人知道屈原, 頭河自盡之後, 非常傷心, 亦都很欣賞屈原那種愛國情懷, 所以, 他故意找一些荷葉, 包了一些糯米, 糯米, 做了一種, 丟到覓羅江那裡, 希望, 那些魚, 就吃那些種, 就不要吃屈原的屍體了, 那所以呢, 而當時, 那些人怎樣, 去將那種, 丟到江那裡, 就是, 爬一些船, 那這些船, 後來搞搞下, 就成為了, 我們端午節今天的龍舟, 那麽所以就, 這就是, 猙龍船, 猙龍舟, 和這個食種, 就成為了, 我們端午節的雜族, 那麽我們亦都透過這個活動去紀念, 曾經歷史上, 有一位這麽偉大的詩人, 一個這麽偉大的愛國者, 那麽, 那么我们这几集屈原故事就到这里了, 我们下集就会讲一个新的故事, 我们下集再见吧!